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一次的python教学当中 这一次我们会要进入一个新的篇章 在积极学习中它也有一席之地 叫做遗传算法或者是进化理论 这种进化算法 那进化算法就是把我们之前的那种大文的进化理论 放到了我们计算机 然后用计算机去繁衍 然后去进化 然后把你的这个问题呢 用进化的理论把它解决掉 那我一听到这个进化理论就非常激动 因为在我之前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我有听过强化学习 有听过心理网络 有听过监督学习这种种种的学习 然后听到进化理论 然后听到遗传算法的时候 我就突然大吃一惊了一顿 因为呢 我自己感觉计算机跟我们生物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但是你能把这个进化理论 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机体学习当中呢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过程 而且呢 相比于其他的这种机体学习的方法 比如神经网络 比如强化学习的话呢 进化理论 进化算法呢 它是有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框架 然后呢 也非常容易懂 也非常容易写这个算法 那所以呢 我们用非常原始的语言 Python的一些不加其他的模块包呢 来写这种进化理论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如果你想写强化学习 想写这个神经网络呢 你需要有一个非常良好的理论基础 然后什么反向传播呀 进化Backpropagation这种理论呢 都是要非常的 有这种理论会比较好学习 但是进化算法呢 你就不必要有这么良好的理论 你知道这种适者生存 不适者淘汰的这种机制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代码写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进化理论呢 我们的进化理论呢 我就在这边的进化算法中 包括了这么多的内容 比如说这种遗传算法呀 然后我们会进入到这个进化策略 Evolution Strategy 然后我们还会进入到这个神经网络 用神经网络来处理进化学习的内容 那也就是说我们会建一个神经网络 然后呢 在这个神经网络中 神经网络它自己呢 会不断的进化 比如说我会进化成不同的形状的神经网络呀 我会进化成不同参数的神经网络 这都是有可能的 然后呢 我就配了一张这个图 进化算法 从猴子慢慢慢慢 一直变到会打键盘的人 然后整个人都被吸进到我们的这个电脑里面去了 那简单来说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在YouTube上面呢 有很多人已经开始实践这种进化算法的高级的内容 比如说让计算机学者去玩Mario 或者是让这个自动驾驶或者是用这个微生物来代表进化 微生物它不断的进化 反映出更好的微生物 那我们我这些 这些视频呢 我都放了一个链接的这边 所以呢 你可以在我的莫凡派上网站里面的点击 看到YouTube里面的玛利奥和自动驾驶 只会生物进化的这些内容 然后算法们呢 我刚刚刚已经在那个目录里面给大家看了 遗传算法进化策略 然后神经网络进化 然后我们这个教程内容呢 比如说我们会拿这个OpenAI Dream的这个模拟器来模拟一下 来游戏的后面呢 是有一个神经网络基础的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进化那个神经网络 让它学会玩这些游戏 还有呢 我们会用更基础的一些 简单的这些线性的曲线来告诉大家 这个红点是怎么样爬到我们最高的这个点的 这就是一个优化问题嘛 那我们就是用进化算法来实现这个功能 然后又比如呢 我们可以来用进化算法呢 来找到一个最短的路径 我们也会用代码来实现这个功能 还有一个例子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进化算法呢 这个呢是一串算法 来找到我们之前所要输入的一个句子 比如说You got it 它慢慢不断的尝试实践 然后找到出找到这个句子 还有还有很多很多 比如我用进化算法当中的这个Natural Gradient Descent 把这一个这些点呢 找到了最中间的这一个最佳点 这一些内容呢 我只是给大家一个初始的概念 什么是进化算法 我们能用进化算法来干什么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用学习最简单的这个 遗算算法来看遗算算法到底是怎么样工作的 这就是今天要分享的内容了 感谢在莫凡Python教学网站上面赞助过我的朋友们 因为地方有限 这里不能一一列出来这些可爱的朋友们了 不过没有你们的支持 我也不能够制作出这么通俗一种的教学 再次感谢大家 如果你想观看更多有趣的GG学习短视频 或者看着我一步一步用代码来实现这些经典的GG学习内容 请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搜索莫凡Python 获得更多的内容